身把体坛三层皮 一针见心弹道理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中的球 今天胖中哥哥球迷 咱一起来聊一下中国女排 聊中国女排什么话题 就聊一下中国女排 在今天也是刚刚收获到的 一个非常重大的意外惊喜的好消息 那么伴随这个好消息的到来 让中国女排 我们在东京奥运会上的 未免之旅将会变得更加的平坦 将会让中国女排成为 这一次东京奥运会上的 第一夺金热门 那么让我们的未免 也将会大大的获得了一个顶级加码 那么这绝对真的是一个 喜从天降的意外重大惊喜 而且是由东京奥组委方面 正式的官宣的一个好消息 那么可以说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我们即将踏上 东京奥运会的一个未免的征程 那么在即将到来的东京奥运会上 对于郎平 对于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来说 我们身上所肩负的使命和压力 责任都是同样非常大的 那么如何能够顶住这个压力 去完成奥运会的未免呢 那么在这个时候 其实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让大家 能够在奥运会的比赛中 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 让大家真正能够把自己 真正的实力给发挥出来 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就目前来看 其实啊 中国女排在这一次 我们所要面临的几个奥运的 争计对手里边 像欧洲的塞尔维亚 意大利 像美洲的巴西 美国 那么包括咱们亚洲的 邻国 日本 那么这几个对手 都是我们在今年 东京奥运会场所要面临的几个重要的对手 那么这几个对手 各个实力其实都不俗 那么包括 其实可能刚才 炮叔说 日本女排的时候 很多球迷可能不屑于顾 认为日本女排跟中国女排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球队 但是呢 大家不要忘了 日本女排这一次 他们占据着 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所以说呢 这支球队真的不容小事 那么同样 其实拿咱们中国女排 跟其他的欧美的这些国家 来比的话 中国女排我们是有优势的 因为这一次 虽然说我们不是东道主 对吧 但是我们在亚洲举办的奥运会呢 我们在时差上 我们在气候上 天时地利人和方面 我们要比这些欧洲的 美洲的球队 要更占据一些优势 对吧 同样 可能在这一次东京奥运会上 此前大家认为 名不见经传的像日本女排 这样的球队 可能不可能构成中国队一些威胁 但是呢 大家不要忘了 这一次人家是东道主 那么东道主 在自己加门口举办的 奥运会的比赛上 在各个方面 客观因素方面 而且呢 日本女排在刚刚结束的 女排世界联赛上 他们曾经击败过中国 对吧 而且呢 他们是打进了最后的一个 女排世界联赛的总决赛 这支球队 中国女排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而且呢 中国女排跟日本女排 我们不在一个小组 所以说 中国女排这一次 我们小组出现之后 很有可能第一轮 那么第一轮不碰 也第二轮碰 反正这两轮 很有可能 百分之十有八九的 我们得碰上日本女排 那么一旦说中国女排 我们淘汰赛碰上日本女排的话 我们相当于是在人间的主场作战 对吧 届时我们就没有了这种 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而日本女排将会 进向主场之忧 那么尤其是现场 他们将会涌入大量的观众 那么届时 现场球迷的诸威生 将会给日本女排 注入很强大的精神力量 反倒是给我们中国女排 形成了一种很大的压力 那么现场 山湖海啸的诸威生 都给日本女排助威的话 这对于中国女排 是非常不利的 对吧 这会让我们处于一种 极为被动的情况之下 对吧 这会让我们的整体的心态 可能失衡 让我们的整体的战斗力 发挥不出来 那么这样一来 很有可能会让我们导致暴冷 对吧 但是呢 就在这个千军依法之际 我们知道 国际奥运会 以及东京奥组委方面 最终也是敲定了 这一次东京奥运会的一个 比赛的一个详细方案 那么要知道 在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上 一共有750个场次的比赛 但是呢 仅保留了29个场次 可以有球迷入场观赛 剩余的所有场次 均不允许有任何的球迷入场观赛 那么通过这样一来 我们就不难发现 包括中国女排的比赛在内 也将不会有任何的观众入场 那么这对于中国女排 对于郎平来说 绝对是一个 喜从天降的好消息 对不对 那么当我们的现场 没有了任何的客观因素的干扰之后 没有了对手的球迷 加油助威生之后 那么就可以让我们 即使是碰上日本女排这种 东道主球队 碰上这种难传的对手 我们可以把我们自身的实力 发挥出来 我们的整体实力是占优的 对吧 而且我们这个时候不受到任何的 客观因素的干扰 我们就可以充分的扬长臂短 发挥我自身的优势 去打击对手 那么只要中国女排 我们这个时候 不受到干扰之后 我们发挥出正常水平 我们淘汰日本女排 昂首的晋级 也只是时间上问题了 对于中国女排 我们的奥运未免两连贯之旅 绝对是带来了一个顶级加码 对不对 那么我们也期待着郎平 能够率领中国女排 不负众望 能够成功的加冕奥运会的两连贯 我们也拭目以待 好了那么我们期待胖猪聊球 记得到这儿 喜欢胖猪的别忘点关注 胖猪玩听着没听 聊到球